在淘寶买货是不適合深水的,又或者货不对版的 你有没有试过买件货回来,那件货是被人开过的 那块胶纸封了,而里面只有刺膠袋,什么都没有 其实我是买了三件货的,就交给百方回购又责运 有三脚架,有九绳,有USB电线 这两个九绳和USB电线,就是在大袋里的 但是当我在大袋里拿一个USB电线袋的时候 就发觉只有两个桶袋,就什么都没有 喂,你好,Totlake Totlake 是,先说 是这样的,我收到货,发觉那件货被人偷了 那应该被人处理 被人偷了? 是的 你是少了哪件货? 我有三件货的,一件货就是相机的三脚架 另外一件货就是猫带,即是伏着宠物的颗圈 另外一件货就是电话的充电线 应该是不知道有一条还是三条的 就是这样 那又是开电话充电线的时候 发觉那个口是被人开过 那有些胶纸就连上了 那,那个袋里面是有个洞 那,拆开出来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两个胶袋 那应该是没有了三条线 你会不会有照片给我看? 有啊,但我不知道在哪里 你没有Vcheck 我有Vcheck 那你加我们的Vcheck,TopLin 2017 哦,TopLin 2017 那接着又是WhatsApp的照片给你 对了,传一些照片给我们 那接着呢 你没拆之前有没有照片? 没拆之前也有的 没拆之前也有个洞 你给我看啊 没拆之前也是有胶纸 就连了一个 不过呢 都是两边有洞 那你送给我看 谢谢你 好,不解释了 拜拜 那由电话投诉 就被他射到Vcheck的文字投诉 那又叫我拍照啊 又叫我货品有多重啊 那这样 交了些资料给他之后呢 就说查货运那边 那边怎么处理 那查了几日都音信全无 那就是耍我而已 那一于去淘宝那里 维权投诉他 那在淘宝里面呢 你按回 已买到的宝贝 那在所有订单那里呢 就会看回 你买了些什么货 那里面呢 就有这个 投诉商家啊 申请售后啊 那这样 那如果说 你件货少了 又或者件货坏了 你不满意的呢 那你就可以 申请 那可以选换 那可以选换 换货啊 啊 退货退款啊 又或者 止退款的 那 那通常在香港来说呢 就 止退款啦 因为货是退不了的 那 按下去 止退款 那 那 它呢 就会 有些选换 你为何要退款啊 是不是收不到货啊 又或者是件货选位的 那你未拍照啊 那 那 那 上传的货证啊 那 那 那 你提交了之后呢 就 叫做开了 file 的了 那 那 就会到这个 卖家那里呢 就提供回些资料 那 那 你提交完 又到卖家提交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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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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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的不通 那 那 不通 這樣 就会裁缺的了 那 那 現在呢 就是提交分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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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que 那 如果 它 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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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 多數我會贏 時間就夠了 那個賣家都沒有在限期之內提供行證 所以淘寶現在才決到 就是這個退款成功 判了我贏 所以如果你是維權的話 你不用擔心賣家不理你 又或者是不抽不彩的 那大家就交證據 交相片 還有告訴他 發生了什麼事 由淘寶決定 哪個對哪個不對 判哪個人哪個輸 淘寶買東西都是很公道的